再來我們看到菲律賓正副總統之間的權力鬥爭 現在越演越烈了 警方對副總統薩拉杜特蒂提出了刑事訴訟 薩拉批評相關的做法都是為了要逼他下台 相信我們已經達到沒有回歸的項目 他們可以嘗試 然後我們看看 如果我被判斷了 那是我的終點 他不 菲律賓兩大政治勢力杜特蒂和馬可士家族的惡鬥 最近是浮上了檯面 薩拉杜特蒂放話 如果自己遇刺已經找好殺手要暗殺總統小馬可士 薩拉就是因為這番發言遭到司法部傳訊 那司法部也表示正在調查薩拉的父親 也就是前總統杜特蒂發布的煽動性言論 杜特蒂在25號表示 現在的政府治理是直離破碎 只有軍隊有能力糾正